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恋爱达人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恋爱魔法店 施法让心跳不停 二情感游乐园 高空飞车手拉手 三爱情语言学院 学说我爱你的千种方言 恋魔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恋爱魔法店 施法让心跳不停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恋爱魔法店 施法让心跳不停 在这个充满了科技与理性的时代 竟然还有人相信 通过魔法来促成恋爱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中世纪的爱情药水 和古希腊的爱神阿弗洛迪特 但别急 让我们一起探究 这背后的文化现象和心理机制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恋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从古至今 人们对于如何促成和维持恋爱关系的探索 从未停止 在古代 人们通过祭祀 仪式 甚至巫术 来祈求爱情的到来 而在现代 尽管科技发达 但人类对于未知的渴望 和对于情感的不确定性 依然存在 这就为恋爱魔法店 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这些所谓的恋爱魔法店 通常会声称自己拥有古老的秘法 能够通过特定的仪式 咒语 或者符咒 来吸引爱情 顾客们出于好奇 绝望 或是单纯的寻求乐趣 愿意尝试这些服务 这里面 其实有一种心理效应在起作用 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一个人相信 某件事情会发生时 他们的潜意识行为 可能会导致那件事情的实际发生 举个例子 假如有人去了一家恋爱魔法店 是一个让心跳不停的魔法 他们可能会因为相信魔法的效果 而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积极地去社交 从而真的遇到了心理的对象 这时候 魔法店的功效 不是因为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而是因为 它激发了顾客内在的变化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 这其中的商业运作 恋爱魔法店 很可能是一种心理安慰剂 他们通过营造神秘的氛围 使用心理暗示等手段 让顾客相信自己 得到了某种特殊的帮助 这其实也是一种服务 只不过它的产品 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最后 让我们以幽默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现象 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家店 能够通过魔法 让人恋爱不断 那么这家店的老板 早就应该被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了 因为他解决了 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 人类的情感问题 而我们的世界 可能会变成一个 充满了爱的乌托邦 或者是一个 因为爱情魔法过度使用 而陷入混乱的喜剧场景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恋爱魔法店 是否让心跳不停 这样的广告时 不妨带着一点幽默 和怀疑的态度 去探索背后的真相 毕竟 真正的魔法 可能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等待着被唤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游乐园 高空飞车手拉手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一起乘坐的 不是普通的游乐园设施 而是那令人心跳加速 叫喊声此起彼伏的 情感高空飞车 请紧紧扣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手拉手 一同经历这段 起伏跌宕的旅程 首先 情感游乐园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不在地图上 却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在这里 有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 它们代表着 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 和情感体验 而情感高空飞车 无疑是最刺激 最能考验人的勇气 和信任的项目 想象一下 你和你的伴侣 或朋友一起 排队等待登上这趟飞车 排队的过程 就像是你们相识相知的过程 有时候等待可能漫长而乏味 但期待和兴奋的情绪 却在心中悄悄酝酿 终于 轮到你们了 你们坐上飞车 手拉手 这个动作 象征着对方的承诺和支持 飞车缓缓启动 就像关系的初期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而充满好奇 然后 飞车开始加速 冲上高空 这时候 你们的心跳也随之加速 这代表着 关系中的第一次争吵 误解和挑战 你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 因为你们知道 只有相互依靠 才能度过难关 接下来是最刺激的部分 飞车冲向最高点 然后猛地下坠 这一刻你们或许会尖叫 或许会闭上眼睛 但手中的那份 牵绊却更加坚定 这就像是关系中的危机时刻 比如误会 分离 或其他考验 但它也是成长和深化感情的机会 飞车在高低起伏中穿梭 就像情感关系中的快乐时光 和艰难时刻交替出现 你们的笑声和泪水 就是这趟旅程最真实的见证 最后 当飞车缓缓停下 你们会发现 虽然旅程结束了 但你们的关系却因为这次经历 而更加劳不可破 你们相试一笑 知道无论未来的情感游乐园里 还有什么样的设施等着你们 只要手拉手 就能一起克服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情感高空飞车 不仅仅是一种游乐设施 它是一种体验 一种教会我们 如何在爱与被爱中成长的过程 记住 无论飞车多么惊险 只要我们手拉手 就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现在 让我们一起 期待下一次的情感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语言学院 学说我爱你的千种方言 各位亲爱的学生们 欢迎来到这所独一无二的学府 爱情语言学院 我是您的导师 专门负责教授 我爱你这门课程的千种方言 在这里 我们不仅学习 如何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爱意 还要探索这三个字背后的文化 历史和情感深度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我爱你这句话 可能是全世界最具有魔力的组合 它能够跨越山川湖海 穿透人心 甚至有时候 还能让人忘记晚饭没做 或者忘记了倒拉机这种生活琐事 但是 你知道吗 在不同的文化中 这句话的表达方式千差万别 比如 在法国 人们会说Do Time 这听起来 就像是一首浪漫的小夜曲 让人不禁想在月光下 跳一只华尔兹 而在西班牙 人们则说Te Amo 这听起来就像是热情的弗拉门歌舞 充满了激情与火焰 但是 不是所有的语言都直接说 我爱你 在一些文化中 人们可能会选择更含蓄 或者更具有行动性的方式 来表达爱意 比如在中国 传统上 人们可能不会直接说 我爱你 我爱你 而是会说 吃了吗 或者多穿点衣服 这些关心的话语背后 其实就是满满的爱 有趣的是 在一些语言中 甚至没有直接对应 我爱你的表达 在这些文化里 爱是通过行为 时间的投入 以及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 来表达的 这就好比是一道 需要慢慢烹饪的美食 需要耐心和细心去品味 在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不仅会学习 如何用不同的语言说 我爱你 还会探讨 每种表达方式背后的文化意涵 我们会学习 如何在意大利用首饰表达爱意 如何在日本用诗歌 轻轻绽放情感 以及如何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中通过歌舞来庆祝爱情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虽然我爱你这句话 在全球有着千变万化的表达方式 但最重要的是 无论用什么语言 都要真诚地表达你的情感 因为爱情 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 更是心灵的交流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 探索爱的语言的旅程吧 记住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说什么语言 爱都是通用的货币 而我们的课程 就是帮你兑换这种货币的最佳汇率所在 总结来说 恋爱魔法店 情感游乐园 和爱情语言学院 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探索和表达爱情的现象 恋爱魔法店 通过心理效应和商业运作 满足人们对于未知和情感的需求 情感游乐园 则通过一次次的冒险和挑战 来考验和加强人际关系 而爱情语言学院 则教授人们 如何用千种方言来表达爱意 在我看来 这些现象背后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人类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无论是通过魔法 游乐设施 还是语言来表达爱意 人们都希望能够找到爱的归宿 和满足心灵的需求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商业运作 核心理效应 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用一点幽默和怀疑的态度 去探索背后的真相 最重要的是 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方式来表达爱意 我们都要真诚和坦诚地去传达自己的情感 因为爱情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 更是心灵的交流 所以 让我们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和表达爱情吧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恋爱魔法店 情感游乐园和爱情语言学院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